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来看到欧洲股市目前也是一个上涨的局面 特别是德国股市目前涨幅大约有0.6%左右 英国 法国 法国是在盘下震荡 不过英国也是红盘的 好我们也来看到在油价的部分 布兰特原油目前是上涨超过一个百分点 最新报价是11.2亿的最新报价 好我们赶快再带你来看在今天的亚洲股市 美国股市在上周狂震900点上冲下息 特别是美国股市Dowjones周线出现 周线连巴黑 这可是破纪录百年纪录 破百年纪录 那么Dowjones最后是小幅度收红 而标普也是一个上涨的局面 亚洲股市在今天则是各走各的消息面 我们先来看陆股 陆股反映的是拜登外传 可能考虑降低大陆的关税 所以在今天上涨了 而韩国股市反映则是 它的确诊数大幅降低 已经创下17周的新低 现在人家韩国的确诊数每天不足万例了 所以韩国股市是上涨的 而台北股市在今天也是上涨 但是到底有没有机会持续往上走高呢 我们回来看在今天外资是连二买 连续两天买超 但买超的数字并不大 在今天买超20亿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航运股在今天焦头水位突破了三成 人气指标万海亮灯涨停板 货贵轮出现喷出走势 而投信在520之后出现大换股 主要集中在一些汽车零组件的题材 所以精彩提位息创下新高 在今天盘面上有38档个股公道涨停板 这38档里头有36档的涨停板股票 股本不到51 换句话也说都是中小型股 难道这是主力在拉抬吗 而传产股在今天涨赢大盘 东减大成钢站上月线 我们稍后一一帮您来做解读 关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要请到 台大急诊医学部教授李建章 李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大每天都很忙 急诊室跟菜七一样 邀请到资认非医师王兆丽 大家好 大家好 邀请到中西双执照医师欧明佑 大家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类先生 献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是总编辑庄振贤 君姐好 大家好 邀请到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好 今天一开始 刚刚带您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疫情 在今天比较令人担心的 则是我们的死亡数字 在今天新增了40例 特别是在死亡数字里头 我们要谈两个面向 第二面向是儿童 我们知道儿童之前有两例死亡 在今天又新增两例 已经有四例 而且还有两例没有纳入 换句话已经有六例死亡 而这六例里头 有非常高的比例 都是出现猛爆性脑炎 所以儿童重症 造成我们新冠死亡 快速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个我们要关心的是 今年的死亡数500多例 这500多例里头 竟然有55%的人 是在发病确诊 五天内就不致死亡 怎么会那么快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来听指挥中心的说法 第一位是一位一岁的男童 家里面睡午觉 期间被家人发现说 叫不醒昏迷 这个死因目前是 以新冠肺炎的方式来下 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年 就是本土个案里面 死亡年纪最小的 那第二位的话 是一位三岁的男童 那诊断是有脑炎 合并神经性的一个修科 我们14例的儿童重症 那年纪是从这个 一岁到这个十岁 应该是说有 也有小于一岁 这个八个月大的 那其中六位是脑炎 那包括三例的死亡个案 那另外有四例是肺炎 两例是败血症 一例是前天有公布过的 一个孝吼的小朋友 目前观察到有这个脑炎 儿童脑炎比较增加的地方 就只有香港跟我们 然后邻近的日本韩国 似乎没有看到类似的一个报告 好 另很多家长 忧心忡忡的是小朋友的死亡率 所以我们先来谈谈小朋友的死亡率 好 我们知道有两位两岁童 一位在新北中和一位在基隆 大家非常熟悉 这两个案例都是找不到病床 所以我们小朋友的死亡率 为什么那么高呢 病床问题解决了吗 好 另外又新增了两例 一类是三岁男童 他没有慢性病史 结果他出现了脑炎 抢救60小时之后仍然病逝 另外一位应该是目前最小的 年龄最小的 他只有一岁 一岁的男童同样的没有慢性病史 五岁之后昏迷不醒 而且在病程的变化当中 因为他一直在睡觉搞不清楚 但他是死后才确诊 死后才确诊 还有两例现在还没有纳入 我们今天的死亡数字 一例是四岁女童 他同样的出现了猛暴性脑炎 另外一例是十岁男童 也出现了猛暴性脑炎 两个小朋友其实都没有慢性病 特别是在十岁男童的这个例子 他竟然还出现了幻觉 他跟他妈妈说 厕所有妖怪被妖怪附身 还说出了这样的 可能出现一些幻觉的情况 好 这是我们小朋友 目前的死亡数字 如果连这两例没有计算进去的 也算进去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有六死 而这六死呢 通通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 都引发了脑炎 离世 对 这个就是我在五天前的时候 看到第二例脑炎的时候 告诉大家小心说 这个是虎姑婆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 这虎姑婆就是你说的 对 虎姑婆不是巧虎 是虎姑婆 是的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直觉呢 我们在急诊是二十年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回想到 当年的这个肠病毒七十一型 那个时候全台湾大概死了快 五六十个小朋友 那也是这样的表现 很快的这个脑干脑炎 后来就肺水肿 后来很快在两三天之内就死亡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报告的时候 发现香港今年在二月的时候 也是类似的情况 他所有的COVID小朋友住院里面 百分之十三有严重的神经学症状 然后他把这些COVID住院的人 跟他前五年流感的人 去比较死亡率超了七倍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告诉家长说 有感死亡率差的七倍 意思就是背景只有把它去掉的话 其实COVID不是我们想象的 特别是Omicron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么轻症对不对 对小朋友而言 是的 所以一开始 大家觉得Omicron是巧虎 但是Omicron有BA1跟BA2 现在这个很可能是BA2 因为香港这一株是BA2 造成这个传播又快 死亡率又高这样子 我们现在比较没有在验这些 它的序列了 但是从临床表现来看的话 是像这个所谓的这个香港这一个 李教授BA2很恐怖吗 是 那大人也会有BA2 大人也肯定也会有BA2是 那为什么在大人身上 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原因就是我们打了疫苗吗 几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大人已经打过疫苗了 而且大人有药物可以用 小孩子一方面没有疫苗 12岁以下也没有药 也没有这个特效药可以用 所以他连口服药都没有 对 第三个我们在动物实验发现 其实这个病毒很聪明 不同年纪的人 他会选择不同的细胞在攻击 不同年纪选择不同细胞攻击 对 在Nature发表一个实验 他看这个腺病毒 看这个不同年纪的老鼠 他选择攻击的细胞不一样 特别小的这个老鼠 他去攻击他的脑细胞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讲说 小孩子不是大人的缩小体 小孩子要把它独立看成 是一种特别的疾病 所以我才会讲说 这个在大人看起来 好像是流感感冒化 但对小朋友 他可能是一个虎姑婆 因为他是一种独立的 一种生理学的一个变化 李医师你们在临床 因为你们急诊是第一 等于是第一线接触病患 你们在临床上 一般小朋友开始有症状 然后家长会把小朋友送到医院 他从有症状到他 猛爆性脑炎 这个时间大概多久 因为我们看到小朋友 很多在确诊没多久 就不致死亡 这个时间很短 一般的我们发生 比如说过去这些病毒 像EB病毒 像腺病毒 像流感病毒 所造成相关的脑炎肺炎 它都有个病程 不会这么猛爆 所以我们讲的猛爆 一般就是指两三天之内 就迅速恶化的 像当年的肠病毒 其实看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都是一样 所以他们只有两三天 平均的就两三天 几天之内就急转直下了这样子 所以我才跟家长讲说 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有适龄的儿童要打疫苗 过去疫苗大家有几个担心的事情 怕说这个小朋友长大以后会得癌症 怕说这个会影响他这个生殖力 还有怕说这个里面有藏有干细胞 怕说这个所谓的会有心肌炎 这四个谜团我今天都来跟大家解答 第一个 这个我们打进去的东西叫mRNA 它在细胞质没有进去细胞核 所以不会改变DNA 以后会造成这个 所谓癌症的机会维护其微 除非有一些我们现在科学 不知道的事情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它里面就是只有核酸 没有带别人的干细胞 有一些宗教 它会觉得说你带别人的细胞 进去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没有它没有带细胞 它就是核酸进去而已 第三个也没有证实说 它以后长大会影响它的生育力 还有现在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心肌炎 这个香港的数字 跟我们种族最接近的 这个香港数字已经出来了 它大概就是十万分之十八 后来这些小朋友呢 大概就是吃一吃退烧发炎药 通通好 所以我在这边就是 把这些数字来告诉家长 就是说 真的不要为了那些副作用而太紧张 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 更可怕的一个Omicron BA2 那它是无差别攻击的 没有人知道谁的小朋友会被攻击 被攻击了以后 医生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到底谁会恶化 谁不会恶化 所以虽然它发生几率很小 可是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身上 它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告诉家长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NPI NPI就是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请洗手这些 第二件能做的事情就是疫苗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来 那李世宇在临床上 因为我听到很多家长说 他们一定要等某一个品牌的疫苗 你在临床上到底 这两种疫苗 在临床上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吗 就副作用 是啦 其实这样 现在数字看起来 的确这个 莫德纳的这个稍微 这些所谓的非特异性的副作用 稍微高一点 但是后来的数字 在成人的数字也显示 莫德纳保护率稍微高一点 所以这是印证我们所谓 古代一句话 良药苦口 因为它刺激你比较强的一个免疫力 当然就会产生比较一些不舒服这样 不过这些不舒服 相对小朋友来讲 都是很少的 那最可怕的就是所谓的心肌炎 那现在我们数字 那我听到最多教授说的就是 那美国为什么不打莫德纳 美国人家都打辉瑞 所以莫德纳有问题 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莫德纳 不敢让小朋友去打莫德纳 当然我相信莫德纳既然能够拿到EUA 他也是得到欧洲认可的 这个家长也不要太担心 但我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是 刚刚其实教授有谈到发烧这件事 是不是很多家长认为 他只要退烧就没有问题 但退烧不见得代表他没有危险 是的 就退烧我们看两种 退烧如果这个小朋友精神活力就好了 那这个你比较不用担心 退烧以后还软趴趴躺在那边 这个你要小心 然后再来就是我要教家长观察一种呕吐 就是如果我们一般肠胃的呕吐 大概吐完以后它会比较舒服可能会好 不会干呕 但是这个来自脑压上身的呕吐 它会一直干呕 没有东西的时候还是一直吐 停不下来的 他不会说把肚里的东西吐光了之后就比较舒服 对 不会 他就一直吐一吐 所以你看到这种都止不下来的吐 这个有问题 这个要带 对 好我们谈到了死亡率 刚刚谈的是小朋友 接着来谈谈我们所有的确诊者 在今年500多例的死亡率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字卡 我们在今年有543的死亡人数 因为COVID-19直接死亡的 就我们发现 既然有18%的人是确诊跟死亡同一天 太晚发现 有14%的人是确诊之后隔天就死亡 速度非常快 有23%的人是确诊5天内死亡 那如果把这18%加70 这个14%再加23% 加起来就是55% 换据有55%的人是在5天内就死亡 今年500多例的死亡数里头 竟然透露这样令人惊悚的数字 而且还有9%的人是死后才确诊 所以来问一下翁医师 是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比例 竟然在5天内就不致死亡 我们现在已经有要了 还是要讲 就是当我们的社区开始 已经放弃去隔离 去防止这个散播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人是在 无症状的状态下就已经染疫 而他并没有 因为没有一个接触史 所以他不会警觉到自己 这个症状到底是感冒 还是会慢慢是 可是他如果是无症状到死亡 那意思是他从轻症到中重症 快速逆转 对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长辈 他们身体的状况免疫力 并不是那么好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事实上 现在的检验还是塞车的 这个红色其实代表的是 当天还没验完的PCR 所以发现每天都还在欠 这个八 九万 十万 我们每天 我们PCR都在验前一天 或者前两天 在还欠的东西 可是我们车位中心 不会说我们一天 可以验22万里吗 对 并不是每一个地方 都能够及时验完当天 所以而且我们现在一个状况是这样 我们都是快塞阳性再去PCR 那我其实一直在讲 快塞阳性PCR这个是错的 我们应该把PCR量能留给 有一个密切接触时 比较脆弱的老人 而他快塞阴性 我们要早一点 在他病毒量很低的时候 把它抓出来 我们才能早一点用药 因为很多老人 他的免疫力可能不是很强 所以他产生的症状并不明显 就类似我们以前常在谈的什么 快乐缺氧 沉默缺氧 类似这样 所以当他病毒量 已经高到一个程度 突然间开始造成细胞风暴 开始造成一些 就是心肺功能怎么样 负荷的时候 事实上那个病毒量很高 是高到我们没办法去 我必须很老实地讲 就是说 所有针对这个病毒的感染 当你在最初期没有用药 去抑制这个病毒的数量的时候 你到后期医师能做的 其实只有支持了疗法 初期到底是多早叫初期 也许我们要说五天内 因为之前说五天 后来又说要三天内用药 事实上所有的抗病毒用药 我们希望四十八小时内用 应该说越早 四十八小时 越早用越好 这个概念就这样 一定是越早用越好 因为是四十八小时 我们可能还在排队PCR 是是是 而且甚至他认为 你快三天系 你下次再来 对 就是把你又赶回去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 在发病的一段时间内 好 我们来听指挥中心的说法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 死亡数字 是五天内就不治身亡 有医师分析说 如果以美国的情况来看的话 感染Omicron的超额死亡 是Delta的三倍 那就是说离这个流感化 还有一段距离 那台湾有没有做这样子的统计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预期 我们的超额死亡率是多少 好 那因为他有一些数目 在Omicron一些国家 都已经流行了一阵子 那我们在还算是在整个疫情 我们还在上升段 所以用今天来算 他超额死亡恐怕还不准 指挥中心有观察到 这一波本土病例中 死亡速度相对的比较快 是因为Omicron的病程发展 本身就比较快速 还是说我们投药速度比较慢 所以才会导致病患发现 确诊之后死亡的速度很快 这里面跟投药 我不认为是有关系 因为他那个如果一开始 就重症了 而且在那个时间点 也没有办法再投药了 请李医师补充一下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患者 他竟然在五天内就不治身亡 是 这个以前 十五世纪的时候 有个很有名的叫马基维利 他写君王论的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病一开始的时候 你要诊断很困难 治疗很容易 等到后期的时候 诊断很容易 治疗很困难 我们现在就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初期吗 我们现在是后期 这些人诊断两三天就死掉了 因为他症状都跑出来 医生很容易诊断 这个快塞会抓得到 因为快塞要病毒量很高的时候 才抓得出来 所以他就延迟了诊断 所以你要提早诊断的时候 就是要在他这个症状不明显的时候 有PCR的时候 这个时候给他投药 他效果会最好 我用一张图表来让各观众了解说 老人得这个所谓这个新冠的时候 他的症状跟成能是完全不一样 有不一样 对 第一个他不太会发烧 所以我们正常人好像38度3叫发烧 老人在美国的感染科学会认定说 只要37度8一次 或是测到两次 37度2就叫发烧 所以这个是要第一个叫记得起来 第二个老人所谓的这个喉咙痛咳嗽 因为他本身就常年在咳 你分不清楚他是原来的咳还是新的咳 所以反而是肠胃的症状 他用吐或拉的 这个是更明显的一个事情要去注意 第三个有的老人 他就开始会变成好像是 这个胡言乱语 我们叫做胆忘 他精神有一些错乱 你可能会指他睡不好 或是没有吃安眠药 其实这个也是COVID的一个症状 那第四个有的老人 他就全身无力就跌倒了 就你送他去做外伤科 事实上他是得了COVID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要特别注意 老人会有这些叫做非典型的表现 那在这个时期就应该给他做这个 所以这个时期有没有可能就延误 诊断出他是COVID-19 对 这个时期就第一个延误 所以我们讲说现在快筛养给药 只解决一个叫做给药延误 但是没有去解决诊断延误 诊断延误要解决这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不典型症状 第二件事情是快筛本身的限制 快筛本身它诊断出来的时候 这个病毒量要高 它就已经这个疾病 要大概两三天以后 所以其实已经两三天 已经慢了 所以那你又说现在PCR 大家都大排长龙 没有办法去做PCR 是 所以那下一步怎么解 因为前面就已经搞掉三天了 对不对 所以下一步怎么解呢 下一步要这样解 这事实上在FDA已经有63个 在家里可以采鼻子 通过在家里自己采PCR的方法 那我们只是把这个PCR呢 因为它要大机器 所以就要送到一个集中点 或者是用邮寄的 它送回去第二天才发简讯 这样子可能都比现在的方法来得快 而且它不用大排长龙去 所以它就不会像现在的快筛 会有那么高三层的尾音了 对它就不会假音性 因为它还是PCR 只是它可以自行采检 就送到相关单位去做 对 那今天这个 郭董大家都看到这口水 其实又更进一步的东西 问题是它EUA还没有过啊 它昨天好像过了 过了啊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未来的新科技 就是把PCR的机器 原本我们这种东西科技有 但是在医院用 一台要90万到100万 一般人负担不起 那如果今天可以用 我们台湾这个科技的力量 把它大幅cost down 带到家里的话呢 那这个就会造成一种革命性 破坏性的一个创新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运用这种东西 我们要抢台湾自己的优势 来对抗这场疫情 我是觉得这几个面向可以去想 好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 有一位老先生呢 他已经打了三剂了 打了三剂了 后来呢他感觉 好像不舒服有痰 接着呢就出现了手抖的症状 快筛阳之后突然昏倒 竟然在短短一个小时内 就不致身亡 而这个老先生还打过三剂疫苗 这个例子也让我们悚然一惊 就是我们之前说 老人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 因为很多老人没有打疫苗 但这位老先生呢 他是打了三剂疫苗 而且他从他有明显症状 到身亡竟然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请翁医师带我们来看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报告显示 Omicron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 比Delta轻微那么多 甚至有人说 他的死亡率不输Delta 我想很多的老人家 以为打过疫苗就没事 但事实上我们常在流感 也是这样在谈的 就是说甚至我们在流感 老人家的疫苗 是要加倍剂量的 因为他能够激发期的免疫力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那现在这个是麻州 他们做的就是Java的 他就是说超额死亡率去看 其实你在这个Omicron时间 跟Delta的这个时期去比 这个六十五岁以上 你看到他其实超额死亡率 是冲上去的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都认为 Omicron没事没事 不会死那么多人 所以你就放胆地让他去冲 这就好像我们台湾 现在在做的事情 可是很多媒体都说 Omicron已经会流感化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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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从来都不是流感化 其实我跟Juan姐讲过 我们要叫感冒化 但是这个感冒化 是你必须要一次两次三次 重复的感染之后 你的免疫力维持了 你每一次 接下来越来越像感冒 它不是流感化 但是我们现在是第一次 第二次感染 怎么会是感冒化 或流感化这个疫情呢 所以他们原本也认为 信心满满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 六十五岁以上 超额死亡率冲上去三倍 比Delta时期还要高 所以当你整个母数 扩大的时候 虽然说它相对Delta 比起来毒性没那么高 但是最后伤亡的人数 其实不一定是我们医疗 能够负担得起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是六十五岁以上 那全年龄的情况 是比较好对不对 对 全年龄当然相对就好 因为还是一样 就是显示 所以最危险的 就是年龄 年龄层还是在六十五岁以上 对 还是年纪 所以不要以为六十五岁以上 打了三剂疫苗 就可以放心 也不见得能够放心 好 那我们再来谈 为什么我们的致死率 会这么高 是不是跟我们的病床 跟我们的医疗量能有关呢 特别是在小朋友 我们注意到 小朋友竟然在五月十五号 当时 而医院院长黄立民还说 台大儿童专责病床 都是满的 好 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 竟然在五月十五号的时候 全北部只有六床 儿童病床 这不是很可怕吗 只有六床 是 这个 儿童的这种病床 它这个上下幅度就是很大 我们在去年两年 就是因为前一波疫情守得好 不只是前一波疫情下来了 连儿童常见的 肠病毒 拉肚子 感冒都没了 所以很多医院事实上在缩床 我们急诊也有人在检线 这些医生都已经去开业了 都没有在做急诊了 所以说现在 就会一下子通上来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应付 好 现在解决了床 床容易 把其他人 要住院的人先暂时不要收 床空出来就好了 可是没办法解决的是什么 这些有经验 训练起来的急重症一个能力 他们都已经到其他的行业去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把这些过去 可是这个短期也没办法解决 对 这个就是要 所以我才说要有一个 他们跑去做医美了 他们跑去做 对 他都去做医美了 所以要有一个较招的概念 这个国家要有个政策 把这些有能力处理急重症 好不容易国家花了十年 把它训练起来的 要在需要的时候 要有一些退套措施 让这些人能够回来前线 来帮助这些小朋友这样子 欧医师你们医院也很紧吗 是 就是其实儿童 这个儿童医院一直是一个 包括大人的病床现在 大人病床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 我们其实上礼拜我们有来聊过 就是我们的分治 事实上是乱分 八十岁以上全部都住到 这个医院里面去 结果我同学他们在 专责病法里面雇就这样 一堆医护很辛苦穿着隔离衣 然后这个都是雾气 结果在雇的那个老人在滑手机 没事干 因为我们八十岁以上 事实上会进到重症的 只有十六到三十% 所以等于剩下他的七成 他都在那边滑手机没事干 所以我们其实有赶快赶 所以他排挤掉了一些 真的有需要的人 对 但是这样已经浪费掉 需耗我们很多医疗的能量 那也让一些医护 在那个过程中染疫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伤亡的一些将士 那我们前几天很快的 终于改过来了 就是确定有急重症的 这个才会住进来 那现在有点完蛋的是怎么样 是因为接下来住进来的 哇 真的都是有病的 而且他可能有很多的共病 所以像我同学就分享给我看 他是COVID进来 没错 住到这个专者 但我同学例如说他是免疫科的 或者他是血医科的 他不会顾这个COPD的病人 不会顾这预血性心脏病的病人 他的共病好几个 甚至还有第三期的慢性的升率解 所以等于不只是医师 他变成要十八般五一 都要略懂略懂 甚至我们因为很多的治疗的 在那个护理的人员 他事实上是要训练过的 那他不能会诊吗 比如说他跟肾脏科会诊 跟肾脏科会诊 这个专者病房 没有人敢进来会诊 所以他变成很多的治疗的流程 泡药或者是这个 等于说都要训练 但是你要那些护理人力 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 突然间他必须要接 这一种类型的患者 所以这是很困难的过程 而且还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住院 我想大家都有经验 长辈住院的时候 你也要全家去雇 轮流轮班去雇 或请看护去雇 可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在这个专者病房里面 家属可能不会进来雇 也没有看护会进来 所以变成这些 可能需要鼻胃管 灌食或胃食 法师法尿 洗澡 谁来做 护理人员 那护理人员 已经变成是 然后要照顾非常辛苦 光照顾一个病人的工作量 就以前的三倍 突然间你现在又放宽 说不好意思 全部回来 而且人力不够 我帮你护病 你再放宽 我光处理这个 我还在喂这个老先生的时候 其他的实传我怎么办 所以现在的专者病房的人力 根本就是不够的 你还放宽 而且是负担是越来越重 我想必须要赶快解决 要不然我们一直在讲的 这个微重 重病的比率越来越高 这个就会越来越没办法解决 不过阿中部长说 谁说我们的医疗量能崩溃 谁就是危言怂听 好我们回到台北股市 台北今日最终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月线是得了附设很可惜 不过我们看到美国股市 确实让我们很害怕 因为美国股市很多人认为 已经步入了熊市 特别是Dowjones连叠八周 破了1932年来大萧条的纪录 所以我们刚刚说这是百年纪录 SANA反而在今天是买超39.77 其实买的并不多 但外资是连二买 连二买是代表外资已经翻多了吗 恐怕不见得 因为Bloomberg的调查是 大部分的基金经理人都认为 标普指数恐怕还要再跌1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外资是连二买 买超的数字20亿 但他们集中火力在航运 虽然买的数字不多 但是集中火力买二六类 万海在今天因此两等涨停办 所以我们带你来看 到底外资买了什么股票 你就会发现 它真的是集中火力买了好多 一头拉股的航运股 你看它第一名买的是阳明 第三名买的是长荣 第四买的是长荣航 接着第六名买的是万海 航运股也没几档 对不对 它就已经买了这么多档 其他还买超了群创 台汽银 龙岗 鸿海 连电 汉翔 我们请照例带我们来看 今天大家最关注的 应该是航运股 因为航运的焦头水位 已经突破了三层 往下来看公格 我们发现航运股 在今天万海亮灯之后 几乎全面呈现带量喷出 对 没错 我想今天要运股的部分 成交值比重三成以上的一个水准 其实今天刚好有三个利多 这个刚好东风来了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就上海的货柜出口箱的部分 运价指数 连17叠之后终于出现反弹了 开始翻扬了 对 那第二个来讲 就美国的美西的码头谈判 破裂了 对 时间暂停了 那第三个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的多头的指标 宏远证券 又出了研究报告 又出了 又出了 那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大家太恐慌了 他觉得下半年的运价又会更好 那他有没有喊目标价 我最想听他喊目标价 因为每次语不禁忍死不休 对 反正他的目标价都很高 好 那这三个东风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先看万海 万海是今天第一个 拉上掌停板的股价 你可以看到 突破季线 对 他站上季线 他的季线还下弯 结果一腰而上 既然站上了季线 其实这个是很强势的一个表态 那第二档来讲的话 就是长龙的部分 长龙今天当然没那么强 可是也大涨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你看长龙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从年初以来 其实指数的部分来讲 在5月12号才见到波端的低点 跌到15616点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长龙的部分 他的低点是在127 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地方的低点 并没有跌过127 那之后出现 这个地方已经相对强势 低点不破低 对 那今天刚好也站上了季线 其实扬明也有相同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当然今天外资的部分 也买了所谓的长龙航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来看的话 其实货柜这一块 基本上应该是多方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现在外资或者反而有没有拉航运出电子 对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看一下 就是说这些当然是一个指标的部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有利空 比如手机 比如面板 这个是驱动IC 那你就观察一下 万一破底 那对整体的电子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假如说利空那么多 连巴克的利空 连勇的利空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万一他可以真的撑在这边 也慢慢的震荡走 其实我觉得 对整个大盘的轮动结构 其实他是好的 就是说他也不可能只靠航运 他也要电子 电子也不能没有航运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会长短脚 但是他们经常资金会产生排挤 因为现在成交量没那么大 对 所以你要有 要不是以前六千亿 对 没错 准入均毡 所以他让他慢慢的大家震荡走高 其实这样对一般的投资人套牢的是好 慢慢的大家一起震荡走高 对 一起玩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美股看起来慢慢的走稳 好 那现在来 剩下现在最弱的 金融股还在破底 对 没错 以受险为主的 因为防疫保险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富邦金 对 那国泰金的部分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会赔多少 对 没错 股票最怕的就是不确定因素 因为大家现在不管是 20% 25%的 所谓的赔偿等等这些 就会让他的股价来讲出现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些来讲 你还是要避开 好 那我们来投一下票 到底我们该不该 买航运出电子 在今天航运再度回到 三成的焦头大地还记得 过去每次三成焦头航运 就要大走一波 我相信所有的投资人 都在航运身上赚过钱 也所有的投资人 都在航运身上赔过钱 赚过大钱赔过大钱 现在是不是另外一次机会呢 该不该买航运出电子 认同的请给圈 我们现场有 你也可以投挖 你代表散户挖了 两票圈一票在中间 为什么给差呢 圣贤 今天的航运股都是外资买 但是肯定投信没有买 而且这个外资很像是那种 短线的外资的结果 它不像是长线的外资 如果外资可信 投信就可信吗 如果投信继续买 你就相信了 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认为今天的这个 这一个外资的这个做法 它比较像是超短线 那如果你明天开高再下去买 所以你认为它根本就是主力 假外资 对 他认为是主力假外资 不可信 来 先搁举圈 不管是真外资假外资 今天这个长红棒代表筹码 已经沉淀很久了 结果你今天明明知道 你只是来做当冲的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吗 反正还有钱 结果知道你今天就是市场当冲派 但是你能够这样子 这样拉两个就给它挖起来 就代表很轻了 已经很轻了 你不在乎他是真假外资 一直在乎他 有没有把这个 献给做出多重的信息 该逃都逃了 该走都走了 好 我回来谈国际大事 国际头条是 拜登的亚洲行在今天来到日本 跟日本会共同宣布 印太经济架构 这个新的非常重要的 亚太合作组织 但是台湾没有纳入 确定没有纳入 那么之前台湾一直期待 能够纳入 但是想不到 竟然期待落空了 不过在今天拜登 倒是说了一句 那人寻伪的话 他说若中国侵台 美国会动用武力 保卫台湾 什么叫动用武力 保卫台湾呢 是像乌克兰这样 只给我们军援吗 还是真的会帮我们打仗呢 你不是关集的 没有关集的 세계军援军 实上的际军 呢 你是想把死军 ��志得 武方还是希望 但这种意义的能够被拘捕 只是拘捕被拘捕 不符合适合整个地区 长期在观察亚泰国一级局势 他说不排除动用武力来保护台湾 他指的武力是什么 其实拜登的原话是 就是基本上应该就是 军事的力量介入 如果是中国是用武力的方式 统一台湾 美国会表示 它以前的外交用语叫做严重关切 严重关切是很模糊的用语 对 当然 对 就是你打电话也就严重关切 然后这次说你要出兵也是严重关切 或者在媒体诡教诡教一下 对 它的规矩很大 但是所以当然为什么 我们以前说战略模糊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用严重关切 但是它现在讲得比较清楚了 它讲得非常清楚 会动用武力保卫台湾 对 它的英文就跟它讲 Use Force 那基本上大概都会被解读 就是所谓动物 大概就是几乎已经是出兵的概念 但是那个前提 就是你太后问前提 前提是你中国如果用武力的方式 来统一台湾 或者是改变台海的现状的时候 它才会用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还是围绕在说 它会不会改变这个东西 是 当然台海如果会打仗 绝对是对方对我们动用武力 不会是我们对他动用武力嘛 所以很多人担心台海一旦发生危机 美国到底是袖手旁观呢 是口水保卫呢 还是真正把我们保卫呢 好 不过我们回来谈 其实就财经角度 大家更关注的是印太经济架构 到底什么是印太经济架构 那为什么没有把台湾纳入 而没有把台湾纳入的原因呢 美图的解读是 怕大家会认为 我们这是一个抗中组织 明明就是一个抗中组织 又怕被人家说是抗中组织 所以因为怕被贴上抗中组织的标签 不敢要台湾加入吗 我觉得这样解读可能有点点错误 先讲两个概念 第一个什么是印太经济架构 刚刚第一句要问这个问题 是 印太经济架构基本上 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开放性的经济架构 那他要求的 用一句话讲完就是 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产业供应链 欢迎大家来加入 或者要求这些国家 他不是为了抗中吗 当然他就是所谓美国主导的产业供应链 很大一块就是要脱离过去的红色供应链 或是去中供应链 这种概念嘛 所以这其实是延续着 2018年美中贸易战下来 一连贯的思维 只是因为疫情之后 大家发现供应链很重要 供应链里面的半导体更重要 所以他开始说 那你们要集结起来配合我 或者是加入我 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 以美国来为中心 来维持新的一个供应链 那当然就是去中 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是说 台湾为什么没有加入 那你如果是半导体 如果是供应链 台湾太重要了 为什么没有让我们加入呢 好 这就先要两个概念 就是台湾为什么没有加入 我的看法 你说与其说是抗中 担心被人家讲贴上抗中 其实阿关讲的没有错 你本来就是抗中 你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本来就抗中 对 然后你又怕被贴这个标签 没有 因为拜登在这一次的 这个四方会谈 日本 韩国的访问之后 接下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六月中旬 他应该会安排跟习近平见面 时间地点未定 但是一定会跟习近平见面 这个大概是杨洁篪跟布林肯 在5月19号就谈出来的 那这个东西见面之前 大家不能撕破脸 他把他搞黄了 对 所以你会看到拜登 其实玩两手 经济上我没有跟你撕破脸 我没有把台湾弄进来 因为台湾弄进来 一个很大的概念 你美国是不是在搞 片面改变现状 对不对 刚刚不讲谁片面改变现状吗 如果你美国把台湾 这时候就拉进来 你是不是在搞片面改变现状 这时候两个人坐上谈判之后 他是不是矮一劫 所以这个时候不行 但是军事上没有问题 军事上秀肌肉 臂肌肉 那没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 在第一轮或首轮 没有把台湾纳进来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考虑到中国因素 那这是你意思 上他们两个见完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了 也不会 因为第二轮就是 18个月以后的事情 很久 但是这个跟CPTPP不一样 CPTPP是要一致绝 那个其实谈判的过程 是有一段时间的 这个是美国说OK就OK的 以目前这种开放性的状况 只是说 依到目前的计划来安排的话 它的第二轮开放是18个月后 但是这个对台湾的半导体 所以你看 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拜登去韩国 第一站下飞机去哪里 是三星 去三星 为什么 半导体的产业链要重构 我要搞印太经济架构 就是要搞半导体 对 但是问题是 这叫什么 这叫去中 这叫去中供应链 三星压力大不大 大家想一想 三星有多少的产能 是在中国产生的 现在你美国要求你参加 印太经济架构 要求你去中 压力大不大 所以加上有可能 会加上离开中国 或者不供应中国 我觉得就是要脱钩 如果你加入这个架构 对 至于那个脱钩 可能就牵扯到 譬如说你半导体的 不同的这种层次 等等之类的 加入这个架构的利弊 我们等会再来到讨论 所以为什么呢 很多专家会解读说 我们不能加入 是因为怕这个单位 这个组织被贴上 抗中标签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东协国家也很怕 如果你太鲜明 是为了抗中而组织的 印太经济架构 那那些东西的国家不敢加入 因为他们跟中国是好朋友 也拿了很多中国的钱 也搞了很多一带一路 所以怕那些东西的国家 比如说越南 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不敢加入 所以不敢在这个时候 做得太明显 一般的解读是这样 当然致胜说 要跟习近平见面 也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 但我们回来讲 加入这个架构好不好呢 对我们的产业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因为有人说 加入这个架构你惨了 这个供应链 它主要的跟过去 我们所说的贸易架构是不一样 贸易架构主要是在讲关税 大家是不是降关税 然后零关税上成本降低 这个不一样 这是在面对 特别是在疫情之后 复杂的供应链的供货 所兴起的一个经济架构 也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美国主导 让金片荒能够得到解决 拿不到货的美国可以拿到货 那惨啊 很多人又说加入这个架构之后 假设你真的顺利加入 以后他叫你交金片资源 你就得交了 他叫你供货你就得供了 他告诉你他吃货 你就能优先给他是这样吗 严格的讲 刚刚刚刚讲的一件事没有错 就是这个架构当中 最重要的是解决 美国为首的金片荒 至于中国的金片荒 那叫做你家的事情 可以这样讲 那基本上没有错 这个跟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组织不一样 那都是封闭型的 都是关税 市场准入 这种不是 这种是要求什么 他要求譬如说 你的供应链的弹性稳定 第二个 譬如说他要求你的 你的这种所谓的节能的问题 第三个 他要求你的标准 是跟我的标准是一致的 那最后一个是 我觉得最后一个最狠 就是要求你的税收要透明 你的相关就是 你如果在这个当地有报税 然后在美国有漏税什么样的话 他那种就是全球追税的概念 那是过去的费咖条款 对 然后当地的那个贪腐的问题 都要解决 还有譬如说刚刚讲半导体的问题 半导体的这种 如果是关键零组件 他要求就是你供货给美国 或者你不能供货给美国 说不可以的名单 那当然最直接的 第一个首要 中国 就是中国 所以我为什么会把它叫做 它就是半导体的 中营链的重组 原因就在这里 那但是问题是 所以为什么东南亚国家 因为你不加入也不行 美国会优先用他们的 比如三星加入 他就优先用三星的 我自己猜测 我自己估计 未来大概就是两组供应链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譬如说台积电在南京有产 好吧 那我就是台积电中国 我就是专门供应 这些低阶的 的晶片给中国 但是不违反 美国要求的 关键零组件 或高阶晶片的要求 那些高阶的 以后我就不给中国了 这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但是我估计美国所期待的图像 会是那个样子 那台湾也好 或三星也好 我相信 或多或少 因为毕竟最上游的关键 还是在美国手上的技术 所以我想还是会配合美国 这个部分 可是这个就会产生半导体的版图 很大很大的司令 重新洗牌 对 重新洗牌 好 那我们回来参 这一次的亚洲行 其实区域也出现了 蛮紧张的气氛 特别是他今天到了日本之后 有三艘航母都去了 日本的出源号也去了 他要盯住 中共到底在干嘛 辽宁号去了 那他跟别人讲 拜登去之前 美国的航母早就去了 美国的林肯号就去了 美国的末日飞机已经去了 所以你可以想见 拜登去日本 这附近的海域 有三艘航母 上面有末日飞机 又有很多的战舰 驱逐舰 好不热闹 其实没有错 这段时间的西太平洋 就是日本海 台海这一段 东海这一段 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张 不是这几天 是从5月初开始就这样子 美国 日本跟中国加一加 那真的是觉得就是 你会觉得好像世界大战 一触即发的现象 为什么 你看 辽宁号是5月上旬 他出宫古海峡 往这个台湾东边去开 就是辽宁号 然后这个 他看到那个日本跟美国 看到辽宁号之后 在停在横须鹤港的这个雷根号 跟日本的青蛤母出云号 就开出来盯着你走 然后还不过瘾 林肯号还很远的从关岛 再开过来 再盯着你 所以它是两艘航母 两艘航母还没完 它有一个迪里波里的驱逐舰 两栖驱逐舰 加一加是什么 辽宁号是一艘航母组成的 这是一个 但是美国加日本 其实严格讲 出宁号是轻直升机航母 它其实轻航母 也算航母 我刚才讲迪里波里的 两栖驱逐舰 它4.5万吨 辽宁号不过6万吨 所以那个两栖驱逐舰 其实也算是轻航母 所以美国跟日本 严格讲搞了四艘的航母 两个重型航母 两个轻航母 盯着你辽宁号这个打局群 看你在 看你在这一段 台海的这个东边 在做什么事情 好 那现在日本 是不是成为中国的眼中钉呢 至盛 因为日本这一次 跟拜登的 印太经济架构的联合声明 显示日本已经明确的选边站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 其实解放军在新疆 做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靶场竟然 过去不是做过 我们的苏澳港吗 对 以前也做过 台湾的总统府 总统府 现在竟然做了 模拟了日本的1767 他们说 这个一看就是针对日本 因为只有日本 有这一型飞机是吗 是 没有错 这个1767的 这个算是空中运行机 这种双引擎的 就是它那两颗引擎的 全世界只有日本有 它虽然都是原型的空中引擎机 可是一般都是 一般不会像这种双引擎 只有日本有 所以当今天被发现说 在新疆塔克拉马兰沙漠 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型的时候 台湾就是中共是舰紧日本 非常非常的明显 对 这段时间 对 这段时间 因为在那个地方 同时出现了 刚刚刚提到的苏澳港 同时出现了美军的航母 都是1比1的比例 都被拍到了 现在又拍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解放军的野心也很大 它同时针对了台湾 同时针对了美国 同时针对了日本 这难怪也呼吁了说 之前讲什么 之前这个安倍会讲说 你看台海有事 日本有事 美日有事 现在中共就语言一看 对 全部都有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实际上在东海 南海 在东海 台海这段时间 这些军舰的互相的这种较劲 再加上在新疆 你看到的这种解放军的模拟 你会看到中国真的是 把美日台在这个区域上面 当成共同的一个假想敌 把美日台当作是 一条绳上的诈码 来 我们来谈一下1767 为什么特别锁定1767 应该这样讲 因为1767第一个 它的航数800公里 第二个 它的航程到9000公里 它什么叫9000公里 来 从东京到这里 塔克兰玛丹沙漠 4500公里 也就是说日本 它这个飞机飞上去 它的扫描范围 它电针范围 基本上也含过了整个中国 如果这个情况之下是 你在中国上面 如果有各式各样的 相关的这种军事动作 譬如说你导弹要发动 或者是相关的军事设施要移动 都有可能被证收到 都在他眼皮底下 对 所以针对这个 你等于说 很简单 我今天如果要发动战争 第一个一定先想办法 把对手打瞎 要把他的眼睛打瞎 对 打瞎你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这个在中共的军事战略 叫做反矩子 就是反这个美国跟日本 在区域进入 就是反矩子的概念 那反矩子为了谁 为了要武力统一台湾 当我要武力攻击台湾的时候 我要挡住美国跟日本 我先把你的朋友都打瞎了 对 那这时候你台湾就没有阻挡 没有能力阻挡 所以其实两边 也是在一个斗法的过程 只是过去不会针对日本 如果这次针对日本 我觉得未来中日关系的剑拔弩张 恐怕只会越来越来越厉 对 好 我们会持续带你来关注 拜登的亚洲型 紧接着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刚刚看过的外资 我们现在来看投信 投信在520之后出现了大换股 到底在换什么样的个股呢 我们请这钱带我们来看 投信在今天买超的数字 其实还超过外资 蛮特别的 外资在今天买21投信 就买了26亿 他买了什么股票呢 他买了一些金融股 开发金 永丰金 元大金 台新金 中信金 第一金 何库金 一头二口金融股 看起来在金融股这件事上 是土羊对坐的 那么还买了鸿海 杨明 雅尼 都是大型全只股 但如果我们仔细 从股价的角度来观察 如果不纯粹从 这个张数的数量来看的话 如果从个股的股价角度来观察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今天涨势比较凌厉的 反倒是汽车领组件 那汽车领组件 我们来看宫格 今天的汽车领组件 有够厉害 是的 我们来看汽车领组件 也有投信的影子 我们来看下一张六宫格 就可以看得出来 指标股1522的题为新 我们发现 投信在这个时候就先买了 之前有教过大家 投信从来没买过公司 忽然买 就是有一点画龙点睛之妙 你们看到 从投信买到20块不到 到现在真正涨了事成 紧接着我们看 东阳也冲了新高 那刚刚提到了 刚刚涨题版公司是什么 38厂里面有36厂 在50亿以下 可以看到汽车领组件公司 几乎全面都涨停了 甚至像到这个 耿鼎 大义都涨停 但是我们从基本面教大家 为什么投信要重新买 这些AN的汽车领组件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收美金 而且他们的账上 有非常多的应收美金账款 所以他们的第一季财报 都漂亮的让你吓到 像提威西 一个27.2元的公司 第一季来讲 20块 还有很多的汇兑收益 对 它赚了0.88元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仔细地帮大家精算过 它的本业大概是4毛8 是本业 4毛是业外 所以恒酸起来 今年差不多赚3块钱 所以涨到这附近 又涨得这么急的时候 我觉得在30块附近 可能就会有一个压力 是 比较起来的话 像是这个地保 这个地保68.4 第一季有多少 2.85 当然不是我们用乘法乘以4 但是我也帮大家切过了 它的本业大概1.8 所以业内加业外 今年大概还有9块钱的获利 所以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 不过再往下的 像大翼 耿鼎 还有今天 东洋也都涨一个波段 是 是 是 我说有些我不但是在追了 我刚刚用获利的角度来看 地保是原来本业还算低的 如果在汽车领祖建里头 选一档个股 你怎么建议 如果在汽车领祖建里头 选一档个股的话 但业绩股我们在选地保 在技术面来看 你们看到 这是已经在底部里面整理 然后连续上涨 我会认为在大翼里面 可以注意的原因是 因为大翼跟提维系 是同一个集团 如果提维系在往上涨的话 大翼也可以注意 好 所以可以留意地保和大翼 是 好 我们警戒带您来关心的是 广达再度传出暴动的事情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广达上海厂再度发生了 员工暴动 外传大陆员工不满 而且攻击了台干泄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暴动一次又一次 对 那时间是在 5月21号的晚上 广达的一个员工 出现了闹事的现象 而且他们去攻击台干的宿舍 甚至用石头去扎那些台干宿舍 很多台干吓得要死 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 而且在微信里面求救 但是台干的长官 也没有办法帮他处理 很多人甚至拿着雨伞 说万一攻进来的时候 用雨伞抵抗 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 还好没有攻进去 对台干来讲 很多人就说 干脆这一次如果解封以后 回台湾以后就辞掉工作 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很多人就在问说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那台干猜的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这一次 因为它是封闭式的生产 太久都没有休假了 那很多人想要返乡 没有办法返乡 第二个可能当初 答应的加班费 还有加班费的计算 可能他们不满意 但是对不起我打个叉 先哥 因为在上海封城的因素 很多厂都是封闭式生产 然后不是只有广达 我知道 问题是 那为什么别人不会暴动 就广达会暴动呢 没有 问题是可能 那是不是在管理上 出了什么问题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是 你当初跟我约定的那些加班会 你又动过西扣吧 也有可能 所以台干他想的可能是这个 那你知道这个厂有多大吗 他有二十个足球场那么大 他有四万个员工 他最主要专门生产 苹果笔电的一个生产基地 但是就是你讲的 又有什么又在 因为五月来已经第二次了 在五月初我们看 那时候也是突然的一个 封场之后突然解封 很多人穿着白色的衣服 然后跟保全花生的口角以后 直接冲过去 好像丧尸一样冲过去 那时候是干嘛要冲过去 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他们工厂出现了一个阳性的 快筛出现阳性的案例 第二个就是说 好不容易我都没有东西了 我要冲到 因为他工厂里面有一个超大的超市 我要去抢东西 也因为这样子 那当然上个月也有 上个礼拜听说也有人在那边轻生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轻生 以前冲过场不是连几跳吗 感情问题 家庭问题你怎么知道 四万人 四万人怎么会面身轻生 八万个警察都有时候会 轻生了怎么会没有 好 但是我们回来讲台干 台干在管理上出了什么问题 那台干难尾就是说 目前来讲很多人要派到大陆去 照理来讲以前的话 都会比较高阶的台干 就是说你懂外文 然后甚至如果外省人的话 就是优先录用 那现在很多人不想去 不想去的话就是用二军 就是用二军就是低阶高用 你本来在台湾当課长 我去那边就给你生护理 那你台湾只有管十个人 你去那边是管两百个人 那完全是不一样 而且各省各省的习俗都不一样 那中间就常常会发生一些 认知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就出现了 那当然对台干来讲 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你如果遇到这种 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话 那就很难搞了 因为比如说我是贵州来的 那我们一群人我带头 我带了五十个人来 你把我的我贵州的那个整个 我们的同乡开除了 那你是看不起我是不是 那我就跟你拼啊 像类似这样的事情 因为一讲到民族主义 那就很麻烦了 另外台干有很多 因为他不懂了当地的潜规则 比如说以前 三十年前的台干到大陆去 广东省有四个副省长 他们都以为我今天请阿冠这个 副省长吃饭 阿冠是管环保的又不管投资 很多的我们都不懂的事情 慢慢懂了懂了以后 问题是大陆不是在打贪吗 但是你一个工厂那么大 管你的婆婆有几个 至少八个以上 我跟你讲至少八个 那工夫婆婆很多啦 对 那你这每一个关节要打通的话 你以为他们没有贪腐的吗 比如说你以为两瓶高楼 两瓶高楼就可以解决吗 不行 那也不可能 但是问题是你要顾虑到我 我要拿你的钱 但是你要帮我安排得很好 就我们双方有一个默契 比如说你如果一般的 中级的一些官员来讲 你可能送个十万 五万 十五万的人民币 那你去百货公司 比如说SOGO去买一个 他的会员卡 那里面你就存入那个钱 然后就夹在一本书里面 那要送的时候就跟包括领导 这本书最近很上销 我看得非常精彩 尤其是第三十页 你记得要看 第三十页里头有什么 夹的会员卡 有那个会员卡 对 那另外如果大关的话 可能三百万 五百万 那你就不能用会员卡了 对不对 我就银行里面开个户头出资卡 但是我要特别跟你叮咛 这本书非常好看 但是你一定要三个月一定要看完 所以三个月要把那个钱花完是吗 那你要不管你 你自己去提 慢慢把它提掉 我三个月以后 我就把卡就折断了 我就把它销毁 我就把它退出来 我就把它淹灭证据 因为大陆如果你行贿的话也有罪 所以大家双方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才不会出事 所以很多以前的台干 他不懂 他以为说你怎么帮我在行贿 开除你 你还没开除他 你就自己被开除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对台干来讲也有很多很难做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对广达来讲真的是乌漏偏红连叶语 最近卖隔离他有一个推估 就是个人电脑做上型的电脑来讲 今年跟明年每年都衰退6% 因为在2020年很多人都是分开上班 你本来 你可能家里只有个人电脑 你没有脑部可 你就乖乖的去买脑部可 现在大家都有了 那另外以今年第一季的MV来讲 就是脑部可来讲 他已经衰退20% 听说第二季公布出来 还会再衰退72% 所以广达也想要慢慢移出大陆 但是要慢慢记得 你不能大笔移 移的话你就移不出来 想要慢慢移 第一个他先把一些know how 比如说伺服器移回来台湾 第二个他想要到泰国去设厂 第三个他把数据中心移到美国去 所以广达也有在做这件事 不是没有 不是只有广达吗 整个苹果供应链 不是库克都鼓励 你要在海外还有新的据点吗 讲到库克 现在很可恶你知道吗 他玩两面手法 一方面他说 你要慢慢移出中国大陆 是 他自己他自己不移 而且他还跟中国签了一个 五年的密约 2016年 他跟中国签 为什么 因为中国都是一刀切 我只要跟美国贸易战争 我要抵制的话 我就第一个当然就想说 你中国为什么不抵制苹果呢 苹果最好 你影响最大 赚那么多钱 对不对 但是中国好像没有修理苹果 对啊 他就签他五年的密约 这五年密约呢 这个库克答应 五年要投资 2750亿的美金 和台币7.6兆 在中国生产 还有帮中国训练 但是这一次呢 库克他也很生气 他说你这一次的清零 几乎我都没有特权 我也没有特权 你再来切下去 听说今年的第二季 光是苹果就减少 80亿美金的一个营收 80亿美金营收 2373亿这么大 所以最近的东协十国 不是到美国白宫开会吗 那开会以后 他就跟越南的总理 在苹果总部见面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慢慢地迁到越南去 我们看苹果他在全世界的 一个苹果供应链 有610家 那目前占中国42.6%里面 有259家 但是你看 泰国现在慢慢增加23家 那越南增加23家 另外还有印度变成9家 那越南来讲 大家以为说 越南距离中国蛮远的 其实不会 现在听说所有苹果的 一些原物料 从华东也好 从华南也好 到越南两天就到了 然后两天我整理以后 就马上可以出国了 那印度另外我们看到 包括青奈 那个鸿海在那边也有工厂 所以他也在玩两面的手法 但是他这个两面手法 玩下去以后 对台湾厂来讲 压力就全部台湾厂要去负担了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股价 到底怎么看这些相关个股的股价呢 特别是我们在今天帮观众朋友 整理的是站上越级线 外资又有在低档承接的相关概股 好 那现在的一个行情应该 强者很强 弱者叙弱 所以你不要有那种所谓同情心 有那种要切吗 现在不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鸿海 那鸿海理论上来讲 照以前来讲 它的股性是很烂的 对不对 但是从减资之后 股性转好了 另外就是郭董的角色 慢慢慢慢淡出以后 大家对鸿海的看法就不一样 感觉还不错 你知道吗 而且未来跨到电动车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股价图 很强啊 你看所有的一二三四四线 而且他最近还在招工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像鸿海就可以注意 比如说你现在从最高到最低 最高到最低才多少 好 那个最低100 他没起到 没有 才9块钱 这9块钱好 那你就分4P进来 2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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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给他买你我们赢的 你就放过去赢的 像这样的话 以目前来讲 用这样的态度 可能会比较快 好 现在录影的时间 是晚上的7点02分 我们再次带您来看 不管在美国期货盘 还是欧股 目前都是在 平盘上下震荡 胶着整理 不过我们来看到 油价倒是出现 比较明显的涨幅 画面上所看到是 布兰特原油 目前涨势越涨越高 目前已经大涨 超过一个百分点了 这是布兰特原油的 最新报价 好 这个阶段 先加入讨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音师 连前文阿伯三 阿伯好 大家好 资认分音师王一亮 先生好 大家好 欧马头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陈彦 阿伯好 大家好 刚刚带您来看 产业界的大事 我们在上周五 就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货桂轮最最重要的 关键事件 就是美西码头的劳资谈判 那么在今天早上 台北时间9点半 传出美西码头的劳资谈判 恐怕破局了 双方虽然还没有启动罢工 但是恐怕很快就要罢工了 这件事情 让股价在盘中出现了急拉 我们来看 长龙的盘中走势 总盘中走势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在今天早上 就是在这个9点半 一传出来就 咻就出现往上急拉 不只是长龙所有的航运股 全面急拉 所以我们回到新闻面 但您来看的是 美西码头工人 喊暂停谈判 这是在为罢工做准备吗 7月1号 期限前协议如果难敲定的话 恐怕会爆发 疫情以来最大的塞港危机 这个危机到底有多大 好 先看一下 航运国今天立刻表态 霍卫山雄 万海涨停 闪庄轮 传出消息就急拉了 闪庄轮也有正德亮灯涨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 其实美西码头的这个劳资谈判 是5月12号展开 然后现在代表郎方的ILW突然出招 他说我现在暂停谈判 到6月1号以后再说 怎么会这样 那大家就想到 那到6月1号以后再说 他现在暂停谈判 现在这些工人上不上工了 6月1号为什么故意选6月1号 上海前面的解封 这个不是最忙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我就不给你上工 美东 美东的这个码头共会 双员 反对这个码头自动化 不得了 所以美西美东现在串联 串联 因为美国今年11月有其中选举 现在拜登的支持度很低 所以据说影响到的港口 至少29个港口 上一次美西码头把票就投给拜登跟贺锦丽 所以他们也吃定 拜登政府一定会来支持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美西码头 老实讲非常重要 这里这么多港口 对 他处理全美国43.5%的户柜 那占全美国的总产值 是12.5% 你说重要不重要 而且其实你不要看 这个美西码头工人 在美国称为蓝领中的贵族 他们吸血很高 平均18.2万美金 年薪就台并500多万 500多万 所以台湾是总经理的水准 比戏股的人均收入13万美元还高 对啊 但是老实讲 这个收入很高 但是每一次老师的谈判 总是为了薪资劳动条件 而产生了罢工 我们提醒观众朋友是 一旦罢工启动 那恐怕就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因为过去罢工启动 曾经有过两次经验 一次是在2002年 一次是在2014年 2014年据说拖了九个月 白宫介入才解决 2002年还封港封了两次 对啊 这个不是说 这个对货贵轮的印价有影响 对整个全球 全世界 对 经济都有影响 比如说2002年的时候 自动化 其实那时候自动化是要求 也是满单纯的 就说码头工人他们处理一些资料 把它电子化 但是码头工人就感觉 你就好像剥夺的 你好像剥夺我的工作 对 就给他罢工 罢工了以后 那时候水果刚好要丰收 就隆敏就眼睛看到 自己的水果就烂掉 然后后来铁路 二度封港水果发霉烂掉 然后因为铁路卡车的运输 全部停摆600多架 600加卡车公司因为这样的倒闭 连福田都必须关闭加州生产线 对 一万多名的卡车司机 木头罗 然后当时的这个 Toyota的话是全球汽车的龙头 也因为进口的配件减少 就在加州的生产线停顿 2014年我们在上周五 有提醒观众朋友说 2014年那次罢工也很惨 九个月都全部停摆 最后是白宫出手才帮他解决 那一次台湾日本都没有薯条可以吗 也影响我们台湾 台湾的那个肯德基没有薯条可以吗 改卖有台湾味的那个地瓜薯条 你看这也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啊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 那股价到底 因为看来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解决 所以运价也先做了反应 我不知道股价会反应多久 因为马上又要召开超级股东会了 从26号开始 陆陆续续超级股东会 对 那这个CCFI 这个是整个中国的出口的集装箱 其实上个礼拜 其实都不管是美西大涨7% 或者美东都涨了9% 所以基本上股价开始会反应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现在还有超级的股东会 超级股东会 我们来提醒观众朋友 5月26号马上是万海 对不对 最新是万海 接二七号是阳明 三十号是长荣 后续还有 后续还有玉明 新兴台行 四维行 那5月24号台华已经召开过了 那5月26号还有郑德 这是散装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货贵和散装分开 帮观众朋友列表 提醒您 陆陆续续一连串的超级股东会 不管是在货贵轮还是散装 都要开始召开了 我们可以期待 也可以相信 他们一定会说利多 因为他们一定会说 今年景气好得不得了 对 刚才我们讲过 这个美新码头 在6月1号以前 就不会恢复谈判 对 所以基本上就抓6月1号 6月1号就下个礼拜 端午节之前 那以这个 端午节之前都会涨是吗 尤其那个开股东会 你看这个礼拜最早开的货柜是万海 今天就先涨停了 然后散装轮最早开的是5月26号的正德 他同一天 人看股价 最早开股东会的万海跟正德 今天都亮灯 涨停 你看就这么巧 他们两个同一天召开 他们两个最先召开 所以我们两个先亮灯 那是不是代表明天就要轮到阳明呢 然后接着是不是轮到场楼呢 是这个逻辑吗 以此类推吗 不过我们回到了这个线形 我们看一下这个K线 现在线形今天一口气回到了这个基线 大概包括长隆跟阳明 整体线形比较好的 货柜人就这两档 虽然万海今天涨停 但是万海的话 要把这个压力给消除的话 基本上可能还要往涨上一段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刚才提到正德 还有这个市委行 这个线形比较好 所以蔡总你的意思是六月一号之前 这四党 这四党 长隆 杨敏 郑德 跟四维行 对 这四党会长 但是六月一号以后 万一他们会晤谈判的话 我们预计可能长楼开始会拉回 所以他们现在喊着要罢工 不一定会罢工嘛 所以我们先不要押保 他们一定会罢工 至少在六月一号之前呢 目前看起来是谈判终止 那六月一号之后还有变数 好 那我们又回来看散庄 因为铁矿石的报价也突然间急拉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说我自己都不够用了 我不想让它出口完蛋了 中国非常高的占比的铁矿石 是从印度来的 那现在印度说 如果你出口到海外 我就要给你加税 换句话说 印度希望把他们的铁矿砂 原物料留在国内有 对 这个我们看一下 几日起生效 印度的铁矿石的出口的一个关税 从30%提高到50% 那另外一部分 你看盘中就大涨了7个百分点 对 中国的铁矿石的期货涨了7% 缩盘是涨4% 我们看一下 印度这个铁矿的出口关税提高 比俄乌战争的影响更大 为什么 印度是全球重要的钢铁 及原料的供应国家 我们看2020年 它全球的出口是5200多万吨 那对中国就占了4700多万吨 等于90% 都出到中国去 都卖到中国 那中国不用我多讲 就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的生产国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那势必未来会继续的推升 成本会暴涨 对 会继续推升散装轮的这个印价 所以散装轮的话 因为大家今天焦点是在货柜轮 但其实忘记了 散装轮后面有题材 那后面的题材还是蛮丰富的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6月1号之前 是不是航运股 最好的就是这个时候了 6月1号之前 航运股会涨吗 请举拍 好 我们看到现场有四票圈 圈员一直通过 回到台股 今日最重要 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在今天投机气氛浓厚吗 因为在今天有38档 个股亮灯涨停板 而这38档亮灯的股票里头 有36档的股本不到50亿 所以很多人说 在今天最大的买盘就是竹力 竹力趁乱拉抬吗 竹力在这个时候进场抄底吗 我怎么分得清楚 到底是真竹力 假竹力 还是有些散户 大家假好到休不散户炒作的呢 怎么看它的筹码扎实度 其实这些股票 你看目前都是亏损的 但是其实在这里面 等一下我会再解释 但我先想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假设说这些现在这个场景 是发生在18000的时候 坦白说我会比较紧张 是 因为在股市高档 趁乱混水摸鱼嘛 但是现在大盘已经跌了3000点 在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其实对未来都不是很有 信心的情况下 出现这个我倒是比较好奇 但问题是这些都是亏损的公司 到底谁进去抄底呢 可是我要教大家分辨的是说 一定有一些股票 它是有大户 大阻力在拉的 我们怎么分 好 我们来分 我教大家怎么看 好 比如说像 我先举过去 这个很明显就是散户大买 结果失败的例子 像这个群光 这一段时间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这中间当然曾经出现过一些拉坛 可是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个叫做 散户的买盘 什么叫散户 我们经常看散户都看融资 但是其实在电脑里头 有一个指标叫做散户买卖超 就像我们看外资买卖超 我们看投信买卖超 其实还有一个指标叫散户买卖超 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指标 所以没有用 所以请你看散户买卖超 好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叫做 主力买卖超 所以透过这个两个指标 我们来观察 到底这一档的个股 如果它是小股本的公司 如果还有亏损 到底是不是有扎实的 大主力进场去买卖 你如果说像这个散户进来大买 通常这个一定是有一些 大家假后到手不 实际上这中间都有一些陷阱在 但是主力在退场 那这种股票就要小心 然后像之前维新 在我举两个时期 这一段时期也是 这里你看散户退场 就羊群退场 然后主力大买 其实这确实有涨一段 那维新表现得比较好 这真的有涨一段 那这一段我们特别看一下 这一段同一支股票 都是维新 都是维新 可是这一段 出现羊群进场 可是主力在卖 它就推不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针对这些中小型股 除了你看投信的筹码之外 请你留意散户买卖超 以及主力买卖超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那因为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投信也好 外资也好 不会是盘面上 我们关注的重点 因为现在主力开始进来了 那散户其实 有的散户是 有团结力的散户 有的散户是 没有团结力的散户 那不管是哪一种散户 反正我们要找大户增持 散户央群退场 那在这里我再用一个 很有趣的叫做大户持股 这个其实像这个硬量 他也常常用 连老师也常用 就是一千张以上的 你想一个股票 一个人能够拥有一千张 肯定有一些实力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你拥有的张数特别少的 十张以下 这一类的散户 那基本上我们就认为 这叫羊群 那这就是主力进场 羊群退场 那其实像这个成德 或是凯玉 成迪还是成德 不知道怎么发音 成德 那像凯玉 其实这些股票的现行都不错 而且主要是大户有进来 散户在退烧 那像这种个股 我们就不要管它基本面了吗 其实基本面 我仔细看 这几个其实确实 基本面还不错 确实基本面还不错 然后呢 题材性也有 像这个 是跟汽车都有关的 跟这个是LED的 然后像这个巨庭 其实大户进来 散户在退 然后像自证 这个也是一样 但是呢 像这个很特别 这个我特别讲一下 就是你看它其实大户是在退 那它是大户在减 散户在增加 像这个我特别放在这 其实就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遇到这种 虽然它好像股价表现很强 我觉得还是要尽量避开 要小心 对 那娟姐我特别提一下这一档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 方土厂 这个你看它线形好像也不错 这通如丸 为什么取这个 昆草 它为什么会洗 它后来吃下通如丸 从电子转生计 我特别讲一下 那它是生计公司 对 但是像这个 这个就没有像我们刚才前面几档 讲得这么明显 这两个我觉得就稍微 那在现在的氛围 你认为可以去买一些主力股 对 为什么 我再给各位看一个证据 可以啊 对啊 我刚才接对 你觉得可以啊 对 好 为什么呢 我再给各位看一个叫贵买指数 为什么我的态度 稍微比较乐观一点 就是因为我看到OTC 已经出现这种底部背离 所以中小型股活跃 所以刚才我们第一张 娟姐 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亏损的股票涨停 这不是好事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它们出现 是不是大家也想尝试看看 是不是它在维系人气 还是有些功劳在 开始慢慢地进场的一种讯号 好 这个时候可以开始 试图买一些中小型股吗 主力已经进场抄底了 我们也可以跟着进场抄底吗 各位怎么看 请举拍 好 三票圈 这些人都好大大 只有阿伯恩塞给插 我还是觉得稳差稳打 我还是觉得业绩比较好的股票的话 实在很多 那普英盟城的股票实在太多 不需要去买这些中小型的股票 有时候涨跌实在波动太大了 但是现在的氛围好像对电子非常不利 所以我们也要请教阿伯恩塞 陆陆续续传出电子业的大砍单 这个大砍单不是指说谁大砍单 是大家都大砍单 我们来看 半导体有砍单风暴 5G晶片有大砍单 那更不要讲之前的手机也在大砍单 所以都在大砍单的情况之下 这个连锁骨牌效应很让人担心 对 今天电子骨的消息 一早起床的时候 一看LED的驱动IC的话 在砍单了 电门驱动IC在砍单 对 晶圆代工在砍单 手机在砍单 5G晶片在砍单 而且大陆5年内要盖25座的经营厂 本来是说2年盖8座 那最新的消息是5年要盖25座 对 那这样是不是产能会过剩 所以原则上可以发现 一开盘面板有打就下跌 然后主机板就PC的也下跌 手机的联发科尾盘下跌 然后你可以发现像联勇驱动IC也跌 敦态也是 然后这个主机板也是下跌 所以今天电子骨的卖压稍微比较重一点 这个大砍单到底有多惨烈 我们先往下来看 我们要知道这个砍单 到底在骨架上反映过没有 因为其实电子骨已经跌过一波了 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反映完了没有 对 其实一般来讲我们这样来看 由CD的所谓的驱动IC它是这样 可能第二季的话 它会跌价5到15% 那整年度一般来讲从0.8 跌到0.6大概25% 但是你可以发现 这个驱动IC它是从0.3 涨到0.8 回涨到0.6 其实也没有一定说跌很重 那重点的话是因为AMO类的一些 所谓的驱动IC价格还很贵 所以原则上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张力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面板的情况是稍微 但是面板很惨 对 我们看刚才那一页的部分 刚刚那一页来 你看这个面板的安全库存量是多少 44天 大概44天 那现在面板你看面板的一个 它现在库存到这么高啊 60天 60天 44天到60天的话 仓库堆满了货 对 所以面板杀价杀得比较凶 所以面板报价再跌 跟面板连接的相关领组件 像面板驱动IC 那当然也很惨 现在手机大家都知道 手机大砍单 包括中国品牌的手机 郭明吉都说砍两成到三成 偏偏这个时候 高通又推新晶片 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对 因为中心有讲大概2亿支 那今天郭明吉讲是2.7亿支 砍2.7亿支 对 那第一季的话 手机是衰退了8.9% 那现在是说大概联发科 第四季 今年第四季 大概砍30到35% 这样多耶 三成的订单 高通是砍10到15% 所以原始上 这个高通的晶片是减年初的 就是高通8 第一代的这个 还有现在台积电的 4奈米的这个东西的话 大概砍价会砍30到40% 所以它是降价促销了 对…但是我们这样来看 就是说现在所讲的东西 实际上我是觉得是 可能有一点过于起始 你可以发现 去年手机的成长是6.1% 那今年本来是成长2% 现在把它降到1.6% 那来回是3.6 所以原则上那个总总的数量 没有那么多 其实没有那么多 就是你用3.6%去算 并没有2.7亿支 没有那么多 因为大概就是这个12亿支 14亿支的3% 其实没有想象砍了那么多 但是问题就是说其实-1.6 其实它的幅度没有想象那么大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 那现在等于是说 这个所谓的手机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高通 它现在新的手机这个晶片 晶片其实台积电帮忙它做的 那你可以发现台积电 它现在帮它做测试的结果是怎样 它的分数是118万分 是118万分 那三星替所谓的这个 这个高通做的晶片 当时的分数大概是97万分左右 两个差14万分 所以等于是这个台积电替高通做的话 它的效能的话大概提升了10% 功耗减少30% 所以台积电其实虽然这个晶片 现在看起来要降价 但它的品质跟上一次三星做的话 差距非常大 跑的分数也差距很多 可是现在连晶元代工又要砍单了 连晶元代工都在砍单 对 现在但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个 才多久前才说要包我们产呢 对 对不对 Intel的CEO还来台湾 想办法要3奈米的产呢 我们还说先付现金才给产呢 才隔没多久 现在已经要大砍单了 对 但是高盛 大概是在这上个礼拜 它有一份报告 我觉得高盛这份报告 我们好好的来研讨一下 它怎样 它把今年代工 今年代工的话 它这个所谓的易估 旧的话是在蓝色这一块 这个所谓的蓝色 雪蓝色 雪蓝色这个的话是今年的 你可以发现今年它把 这个所谓的这一个产值 从940亿的话调高到1260亿调高 那明年也调高 明明手机是衰退 PC衰退 电视是衰退 那为什么会调高呢 但是为什么它会调高 那就一定有成长的产业 对 第一个重点的话 是占台积电41%的叫HPC 今年还是成长7.1% 但是手机占它40% 但是它是衰退1.6 就高速运算可以补 手机砍弹的那个洞 同时还成长 对 另外还有一个的话 是车用半导体 你看车用半导体 这个是车用半导体的营收 你有没有发现 2020年这个时候 它的营收在这个地方 大概40亿美金左右 结果车用半导体它成长 一直成长 一直增长 到这个地方大概90亿 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车子没有增加很多 但是车用半导体的营收的话 大幅成长 因为一台车 可能以前用40个晶片 电动车是用150个晶片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 那股价有没有悲观过头呢 对 那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很多的股票 像这个叫帽连 它是车用的 其实它股价的抗跌性 它就相对抗跌了 对 那你可以发现 像世新是HPC的 最近的股价也比较抗跌 那载版的部分的话 用在HPC的载版 也比较抗跌 所以实际上HPC 车用的部分 稳定度比较高 但是这个所谓 GIC的部分的话 这波跌机反弹力道不强 然后PC这是mini LED 这个还是很弱 然后像神盾 这是手机用的指纹辨识的话 一直在破底 所以手机PC电视族群的 还是要小心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这波的大盘是死猫跳 还是有机会走一个 短波段的反弹走势呢 认为乐观的给圈 认为只是死猫跳 弹上要卖的给擦棋局盘 好 这波大盘 各位怎么看呢 我们看到有四票圈 大家都认为有机会往上反弹 那音量 你认为会弹什么 弹圈还是弹垫子 我觉得都有机会 那只是说像 但是如果垫子不动 指数很难有空间 对 但指数不要大跌就好 它只要稳稳地撑在这个地方 那其他其实中小型个谷 它就会比较有表现的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两天你看到 很多奇奇怪怪的股票都在大涨 因为主力都在爬台这些股票 过去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股票 它都不太会动 为什么 因为你一拉上来这些股票 大家就喜欢当冲 就把它冲乱掉 这一些没听过的 拉起来 大家还不知道要去冲 就是我们刚刚前前看到的 这些股票拉起来 大家还不知道要去冲 但是这些股票拉高一段之后 可能当冲都进来了 它就可能会休息了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说 资金有往中小型个股 特殊的股票去跑的话 那这一波应该还会 还会再继续再谈 那你看电动车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来看在今年新闻有谈到 大陆有一家铃矿商 它倒闭了 它因为财务出了问题就倒闭了 想不到它倒闭之后 可能越倒越好够了 大陆有一家 拥有铃矿采矿权的矿商 因为这个倒门 最后它就要拍卖 它的铃矿采矿权 竟然拍出了新台币88亿的天价 折合人民币20亿 20亿是什么概念呢 是高出它底价的597倍 而且公共出价出了3448次 经过6天才落锤 你就知道多热门 所以一家做到倒闭的企业 竟然这么热门 大家抢拍 代表电动车真的有够热 是可以看到这次参与 拍卖的这些厂商 其实都是一线的大咖 你说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 去买一家 资金矿业连宁德时代也来了 连宁德时代都来了 它为什么要花20亿 去买这家公司的 所谓的倒闭的股权 猫腻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家公司 它在亚江县的东北部 还有一个矿场 叫做德扯弄巴 这个铃矿场 大概还有2490万吨的铃矿 它名字就是要德扯弄巴 对 它叫德扯弄巴 真的是 跟它这个 这个标价金额来讲 也是真的蛮扯的 德扯弄巴 就很奇怪的 那这个还有2492万吨的铃矿产能 那估计它可以产26年 那你说这价值只有12亿 它干嘛会花20亿去买 德标的厂商叫唐威 它在想什么 想这个东西 铃矿产价 对 它觉得它就价格一去不回 下不来了 那这个现在已经一吨45万人民币 那开采成本只有5万而已 所以等于说我三年内 我只要开采2万吨 我大概就可以赚80亿 我可以把21赚回来 甚至把它负债 我都可以把它买单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抢的一个原因 所以电池材料是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今天你看鸿海 鸿海它也开始 我们回来看新闻 鸿海也和国具吸手 去入股的一家公司 这也是今天的财经焦点 鸿海国具这两家公司呢 两个人手牵手 去合资了一家附顶 入股的一家附顶 花了28亿元入股 而附顶这家公司 就是跟电动车息息相关的过程 没有错 附顶就是MOSFI跟IGBT的 这个相关的重要厂商 那照理来讲 它这次是折价入股 大概是定价是82.48元 可是你会发现 附顶早上一开盘 还插一档涨停板 最后呢虽然有跌下来 但是还是收涨2.22% 就代表说 其实市长是看好这件事情的 因为只要鸿海入股 鸿海会来做电动车 附顶所产出的MOSFI跟IGBT 对嘛 我做出来就 鸿海就拿走了 所以他为什么会去选附顶 而不是尼克森 不是大宗 不是杰利 这是有故事的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附顶就入股了一家这个元龙 他用一股去花2.48股 那元龙是金元代工厂 那元龙背后腹霸是谁 就是鸿海 所以他们在2008年 就有成功的合作的案例 所以这一次的话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姻亲了 对 本来就姻亲了 现在就是亲上加亲的概念 所以他就这一次就选定了附顶 那附顶的这个IGBT跟MOSFI 大家想说这个常常会搞混 到底这个差别在哪里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这是他的产品是吗 对 MOSFI跟IGBT 这个就像这个水龙头的概念 就是说电子从原集进来 然后从肉集出去 那MOSFI跟IGBT 就是个开关的概念 我打开来电流就通过了 我关起来电流就关起来了 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MOSFI是单集性 它是低压的应用 大概200伏特到300伏特而已 那这个应用在哪里 在车用里面就用在 比如说行车技术机的启动 车用面板启动 我用MOSFI就好了 但是你说这个汽车马达的启动 跟所有的汽车动力的启动 大家要用到什么 IGBT 因为它是双集性 它的高电压应用 大概是1200伏特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东西需求量很大 因为英菲林讲了 现在传统的燃油汽车 我一台车 我只要18个公力半导体 可是我进化到了 这个所谓的电动车之后 你要知道电池要去转换到马达 这个逆变器 它就需要用到很多的IGBT 所以到了电动车之后 它就需要用到250个公力半导体 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为什么这么抢手 但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看到 鸿海国具跟副顶的那一张公格 我们回到那个股价那一页 我想问的是通常过去被买的 因为可能嫁得不错 都嫁得不错 通常都被买的会涨 买人家的就不一定会涨 但这一次是折价 所以我要问 这一次是谁涨 是被买的涨呢 还是买主涨呢 这个其实 买主平平平又有一个国具和红海 又一个涨一个跌 因为买主的股性比较差 它除了有特大的一个力度 不然它很难会去涨 反而这一次被买的 它今天虽然是开高走低 但是最好还是收涨 但它折价也 对 它折价 市场认为没有关系 因为你只要未来 未来这产品出来之后 卖得出去 对 它营收就会上来 所以预期心态 所以副顶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股价也慢慢墊高了 好 我们来看K线好不好 副顶的K线 我们来看副顶的日K线 对 所以它今天是拉出了一根 长黑K棒 但是股价是往上创了 短波段新高 对 我觉得这边整理整理 还是有机会再继续往上供 这代表说其实这个产业族群 还是很好的 但是电动车这个区块 大家讲到它很好 最近特斯拉很惨 对 特斯拉上个礼拜 我用破底 对不对 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股价 特斯拉上个礼拜我们来讲说 它停止去收购这个推特 开心一个 我跟大家讲不要开心太久 就短线而已 那后面要涨的话 要看到它整个产业趋 它怎么那么惨 一路这样一直跌 要看到产业面的反应 但是产业面还没反应 这个乌漏偏逢连夜雨 因为上礼拜又传出来什么 传出了这个 这个马斯克的性骚扰的事情 设置头上一把刀 这个新闻点阅率很高 这个点阅很高 大家都想知道 故事内容大概是这样子 他不是一个礼拜工作 80到100小时吗 80到100小时的工作狂然 还有时间去性骚空姐 对 他时间管理大事 就在飞机上无聊的时候 他就来一下 那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一个空姐 他去被派到马斯克的私人飞机上 去做服务 那派出去之前 公司就跟他讲说 你要去考按摩的证照 其实空姐也蛮难翻的 你确定要讲连续节吗 结果呢 后来马斯克就给他按摩了 按到一半之后呢 马斯克就把他下面掀开来 露出他的小马斯克 空姐吓了一大跳 然后他还跟空姐讲说 如果你愿意帮我多做一些事情的话 对不对 我可以送你一批嘛 其实尊姐我觉得很大闷 为什么送的是一批嘛 我们不要歪的话 他为什么不是送一批model S 对啊 他为什么不管 但这件事情呢 真真假也不知道 我还是要平衡一下 因为马斯克说完全不是事实 这是有信任为了阻碍我 收购推特放出的坏消息 也就是说有信任的隐瞄 所以据说马斯克已经组织了一个诉讼团 要来告这个空姐 对要告这个空姐 所以到底真讲不知道 但是呢 来 风口飞很高喔 空姐说 为了不让这件事曝光 马斯克付了25万美金的封口费 折合信赖币725万 那如果他收了钱也应该封了口 怎么这个消息还会传出来呢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 那你给人家收了25万 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呢 所以还不管真真假假假假假假假 我回来看电动车概念股 回到股价 就是说特斯拉的确受到这个事情 股价受到影响 但是台湾的特斯拉概念股 其实没有什么受到冲击 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大 他就表现平凭 比如像帽连 胡连 以胜等等 反而是汽车下降的题材 反而是汽车下降的题材 很稍不停 你看这个梗鼎 今天在路股也在涨汽车下降 还在涨汽车下降 这个题材有人说是假的 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这个叫讨论阶段 所以它不一定是完全假的 它未来有可能会成真 所以梗鼎的部分你会发现 这一波它是指标股 它已经涨了快一倍 然后提回息 因为这个低劑获利状况不错 它也上来涨了快40% 然后今天普城 有稍微切入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打入中国的汽车供应链 股价也跳过涨停板 这个里面我们要怎么去做选择 刚刚就讲了一个重点 今天很多股票都是小型股 涨得乱七八糟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今天39家涨停板里面 有17家跟什么 跟汽车有关系 而这一些股票都是观众朋友 你们不熟悉的 不认识的 对 我大概就把它整理出来 有兴趣大家就拍照研究一下 像这个纯申 纯申 金语 苍佑 什么立正账好了 这个吉祥前 立正我听过了 立正 永生 万载 对 这个都没有听过 但是它的的确切 拒捷 跟这个车用 出胜利 对 跟车用有关系 那如果我今天 华银 我选这些股票 就像最近讲的 苍得跟卖橘子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它胎压监测 高利 所以这些我们没 不要说没听过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 可能有听过 这些我们不熟悉的 汽车股 对 反而比较有机会是 我讲 我只能讲说 这些 目前的新的主力 很爱这些股票 但是观众朋友 你去追的话 可能容易短线 做套牢动作 所以在选股上我讲 我今天不会喊这些股票 因为一喊的话 就应征 娟姐讲的 头顾老师在乱喊 没有 所以我们要去找什么 找有价有量的 市占率高的 宣布逻辑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找有价有量的 第二个是什么 找产品它真的市占率 在中国大陆是比较高的 那就是什么 4952的零通 我只想要这样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它行车记录器的晶片 中国的市占率超过50% 两台行车记录器 一台他家做的 再来车用无线晶片 现在新能源车 都在比新潮 所以一定会有车用这个无线充电 晶片的部分 它也打入中国厂商 还有我跟各位讲 汽车下乡 为什么中国大陆要推 因为习近平讲的 我GDP要保6.5 我上半年不到5 我下半年一定要很多政策出台 所以不止汽车下乡 未来家电也有可能会下乡 家电下乡的话 零通它其实也有家电相关的产品 你看现在的技术现行 这边是三角 三角整理 整理 三角整理通常 如果是往下那就掰了 现在它往上垫高 代表说这边是有机会的 而且第一季的EPS 被冠军穿完手算中了 他那个算了快不及 真的算2.3 穿历史新高 那大家知道 第一季不是MGO旺季 第二季才是他的传统旺季 所以他第二季一定会更好 所以股价 你看 投信买后 索码他没有卖 外资买了 今天外资有卖一点 可是外资卖 他股价还在涨 代表说这一波控房可能不是外资 特定主义 然后肯定要再做它